什麼? 你是 什麼我是? 你在哪裡? Oh! Hello 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Jeremy And then 牛肉是牛 雞肉是雞 蝦肉是蝦 羊肉是羊 那叉燒是什麼啊? 你記得這個時刻嗎? 真的好像有低冷 Hello大家好 我是馬友 那今天這個聊天的環節 就找來我的小學同學 Jeremy Hi Hello 整世人認識得最久的一個朋友 繼續討論一些和Bully 欺凌有關的一些事情 還有也想講一些我們小時候的一些回憶 如果想看就繼續看下去 剛剛出了一首新歌 就叫做目角少年 記不記得那個故事後面是怎樣 呃... 你馬上再看一首 馬上再看一首 馬上再看一首 有一天就在家寫著歌 然後在看一些新聞 原來香港的Bully 是在亞洲的Rate 是很算是最TOP的 然後我就想起小時候的回憶 首先我記得就是 是魚佬 可以開名 沒什麼所謂 小學那些花名 魚佬就是一個很高 很黑 就是全班最高的同學 我經常都是 說話很細聲 很陰聲細氣 比較弱 很容易被人欺負那些 很記得的 在學校的課室外面 就推我到地下 坐在那裡 然後就衝到班房裡 他拿起了那張老師的木椅 扔我 然後那張椅子爛了 玉琪完全不記得我的意思 你不在現場 你看不到 雖然說魚佬Bully 他現在是一個非常善良的 你記不記得曾幾何事 在你家裡 你跟幾個同學一起 拿一條皮帶鞭我 記得嗎 記得嗎 不記得 真的不記得 不是 不是 可能有類似的事 但不記得在那裡發生 到底是在播出 Backstreet Boys 然後你們就拿 全部被帶出來 然後在那邊 我想我們要停一停 因為這個 這個scene很麻煩 不是OK的 四條仔在那邊 然後在播出Backstreet Boys 這個很麻煩 可能被他欺負完之後 他就可能良心發現 然後他對我很好 然後很保護我 你開始照顧之後 然後我就記得 對面那些 就開始沒有那麼欺負我 剛才下午在我做訪問 那個記者問我 是否因為我小時候 曾經試過Yakuri 所以我很想去外國讀書 但然後想想 不是 其實我想說 為什麼我會去外國讀書 是因為你 那時候呢 他就早我一年去英國讀書 所以我就還在香港的時候 那我就經常說電話 然後就是 你就會經常說 哇英國讀書好正啊 整個銷售 真的 我就不知為什麼 就跟爸爸媽媽說 我想去英國讀書 就是因為他 然後就發覺 原來不是那回事 就是我去英國讀書的時候 英文很差 我去年十年進去 我去住的時候 16個人 share一間房 那個dorm 好大間房 然後是 那16個人 是你睡覺起來 做任何人都見到他 哇 那時候是被人欺負到爆炸 但是主要是因為自己 語言不通 語言不通 隔了年很久 才慢慢 use to 英國的生活 我們的童年是玩什麼玩具 四驅車 最多 好熱鬧 Pokemon 蛋豬人 Middle School那時候 就是BBG眼窗 你可能沒有參加 以前 CyberPort還沒建設 有條村 有幾十間 可能很多間 很多間爛屋 那時候就在那裡打BBG眼窗 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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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大家射大家 射大家射大家 戴Mask 你還不是一個Bully 我想分享小時候的一件事 因為我現在已經不說這件事 很累去解釋這件事 就是其實我不會吃豬肉 但其實我是吃叉燒的 我是吃叉燒的 為什麼我會吃叉燒呢 為什麼我會吃叉燒呢 我公公 我媽媽的爸爸 就是回教來的 所以我媽媽從小到大 都沒有吃豬肉的習慣 但我爸爸很喜歡吃叉燒的 所以每一次 家裡吃飯的時候 偶爾都會有叉燒出現 因為叉燒是甜甜的 所以我就很喜歡吃 沒有叉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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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吃這麼不好的叉燒啊 救命啊 我一直都以為 叉燒是另外一種肉 就好像牛肉羊肉 就是你沒有想過 叉燒 我就認為叉燒是一隻肉 叉燒肉 The next day 話說有一天 我就在她家吃飯 我們就去吃叉燒飯 然後我就跟伯母說 我對伯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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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失敗 然後她就說 麻優啊 你不知道叉燒是豬肉嗎 我很記得 當時我覺得伯母在說笑 然後我就說 什麼啊 叉燒怎麼會是豬肉 那伯母就說 那你覺得叉燒是什麼肉 真的很震驚 當時用Nokia的電話 馬上打給我媽媽 就說媽媽 什麼叉燒是豬肉嗎 然後我媽媽就說 蛤 兒子其實叉燒是豬肉 因為你爹很喜歡吃叉燒 所以我們家常常會吃叉燒 但其實你講了這麼久 我們那裡剛剛吃完飯 叫了滷肉飯 台灣的 滷肉飯絕對是豬肉 等一下 我不吃有豬字的東西 例如豬扒 不吃白小籠包 腸仔 叉燒 我就吃 沒錯 我們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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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譬如說 豬肉肉就不吃了 那些什麼 完全不合理的 很合理的 即是你喜歡很簡單 你騙我就可以了 是不是 這是什麼意思 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Karina 你騙我的招數 經常會發 我再問你什麼 我說豬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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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